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随着季后赛的不断推进 进阶到东西部决赛的球队日渐明朗 那些无缘在季后赛上继续打拼的球队 也开始着手新的行动了 那就是瞄准目标 开始新赛季的阵容规划 那么詹黄何时续约 到底会不会续约 对于现在的胡人管理层来说 紧迫性甚至要高于如何有效地将微少清理出去 从数据角度讲 37岁的詹默斯依然场均可以得到 30.3分8.2篮板6.2助攻1.3抢断1.1封带 全能且顶级的数据 也正是基于此 在常规赛结束后 即便没有率领球队打入季后赛 但胡人管理层 还是开出了两年971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但结果我们知道了 詹默斯拒绝提前续约 之所以拒绝续约 我认为有两点原因 首先 对于现在已经无欲无求的詹默斯来说 继续打球的动力或许就是等待布朗尼进入联盟 从而实现负责同队竞技的壮举 而布朗尼进入NBA的时间是24年 所以要保持合同的灵活性 事实上 二路加盟骑士时就是这么做的 可以说轻车熟路 其次 在之前杜德利 卡路索等人的操作上 詹默斯和胡人管理层的意见不统一 前者希望留下 后者却放弃掉了 有记得 佩林卡不止一次 表达球队应援上会和詹默一起商讨 但现在看来这句话快要变成空谈了 这两点相对来说第二点要占的比重更大 说完了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出尔反尔 对于巨星来说 尊重往往看得比大合同还重要 这就好比田官安东尼 自从被火箭抛弃后 哪怕选择立心打球 也要找一直对自己足够尊重的球队 现在来看 如果不是开拓者给了机会 安东尼早已淡出联盟了 现在来看 詹默斯的拒绝取约 无疑让胡人管理层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在没有合同约束的情况下 明下是有离队的可能 这就难怪为何美国著名篮球评论员 雷史密斯建议胡人交易詹姆斯 事实上 在我看来当詹姆斯拒绝虚约那一刻 胡人方面不是没动过交易起的念头 毕竟谁也不敢保证明下不会离队 尤其双方有分歧出现后 再者 对于将冠军阵容都敢拆散的胡人管理层 我相信任何事他们都能干得出来 对于这点多说一句 如果保留当时的夺冠阵容 现在的胡人还会打着季后赛 至少目前来说 在拒绝续约这件事上 以及之前因为球员操作的问题 詹姆斯和胡人管理层的分歧是越来越大 带来的就是个合也在不断的增加 对于胡人管理层来说 詹姆斯依然很重要 但仅限于篮球场上 场下这球员操作重要性 已经远不如之前的两个赛季了 当分歧不能及时有效解决 说实话我是认为胡人真的有可能会交易詹姆斯 毕竟未来四年选秀权被蹄虎控制下 胡人赌不起也输不起 我想说的是一旦詹姆斯立对 胡人就是重建都是在给蹄虎打工 如果说真的要交易詹姆斯 那么76人和绝金是理想下家 理由如下 76人方面有哈登和恩比达 绝金有约基奇 加上詹姆斯 都能完成短时间夺冠的可能 尤其是76人在有塞布尔的情况下 在针对性补强一个偏防守的内线 这阵容已经非常完美了 再来一关也许詹姆斯 还是无法超越乔丹 NBA历史第一人的位置 但谁又会嫌冠军戒指多呢 对于胡人来说 可以向76人索要前列年轻人马克西 即战力哈里斯以及选秀权 可以向绝金索要木内和小伯特等 不论和哪支球队交易 可以说都做到了兼顾现在和未来 结合起来看 就是宋詹姆斯去一直短时间就能夺冠的球队 而胡人也得到了足够的重建筹码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数字人的消息 在结束了这个失败的NBA赛季之后 76人全队上下都被笼罩在了一层乌云当中 哈登的续约以及合同问题 李福斯的去留问题 阵容深度不够 如何操作补强的问题 种种问题都笼罩在费城的上空 除此之外 本比德姆指韧带斯利和眼眶骨折需要接受手术 但尼格林在经过了核子共振的检查之后 被诊断为左膝前十字韧带斯利和外侧韧带斯利 他下赛季的一千万年新五宝战该如何处理 也让人头疼 而76人出局 最开心的人肯定是西蒙斯 他在G6热火末间领先76人达到20分 胜负一分的时候晒出了自己观看这场比赛的照片 西蒙斯不仅面带笑容 同时他也接下了当时双方的比分 显得非常开心 除此之外西蒙斯还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 根据NBA记者报道 西蒙斯通过个人推特 在76人被淘汰后 点赞了一条关于哈登第六场比赛的表现 和交易评价的推特 该推特是这么写的 哈登没有在生死战中打出合格的表现 他似乎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 76人这里有关于哈登的交易 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 西蒙斯的行为遭到一些球迷调侃之外 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 西蒙斯和76人之间的关系 几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就像是交往的男女朋友一样 双方感情破碎 互相不满 分手后都希望对方过得不开心 不过在我看来 西蒙斯可以表达 他对76人出局的开心心情 同时也可以落井下石 这都是他的自由 但就单论本赛季来讲 他嘲讽哈登表现糟糕 嘲讽76人交易失败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他本赛季的表现甚至还不如哈登 甚至用NBN名嘴A史密斯的话说就是 哈登即变场均值有5分 也比西蒙斯的贡献要大 从去年被淘汰之后 76人就和西蒙斯因为种种问题引发矛盾 76人一直试图修复他们和西蒙斯之间的关系 但西蒙斯开始隐身 不管是NBN的还是李福斯都联系不到他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能看出76人方面是希望能和西蒙斯卷谱重来的 他们也未曾努力过 但西蒙斯就是玩消失 个人觉得 西蒙斯和76人闹到如今的地步 绝大部分原因出在西蒙斯的身上 你自己在今后赛表现如此糟糕 最后两场目结加起来只得到3分 还不让球迷喷几句 结果因为这个是和球队脑 西蒙斯和76人的闹剧持续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 卡登很难忘解救了他 原本认为在蓝王解决了心密问题之后 西蒙斯就可以出场比赛了 结果他又爆出了背部酸痛的问题 好家伙 一年没打球 完了一年 还把自己的背给玩伤了 西蒙斯的背部伤病这在赛季结束后似乎有了结果 他被报道出曾连续23个小时 在线一款名为使命召唤的游戏 从我个人经验出发 玩电脑游戏的话 可能几个小时 我的腰和被酒可能会酸痛不舒服 西蒙斯这连续在线23个小时 即便中间有休息 这个连续在线也是非常夸张的 感觉他就是硬生生坐着玩游戏 把自己给玩受伤了 西蒙斯此前也有和太阳后卫布个连击打游戏 开直播的经历 这一年没打球 估计他不少时间都花在游戏上了 除此之外 西蒙斯在本赛季有被捕伤病的情况下 迟迟不接受手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蓝王的心态 在我看来 西蒙斯还不如常规赛就宣布手术 蓝王也不用惦记着他的付出 指望他给球队带来改变了 在努力帮助西蒙斯恢复健康 连续十多天没有出现疼痛 并且加大训练量 确定在季后赛首轮付出之后 西蒙斯在祭祀赛前告诉蓝王他背部又酸了 比赛打不了了 这一下 球队上下的心态直接崩了 同时 蓝王的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西蒙斯也没有来到现场 蓝王方面给出的说法是他在接受背部治疗 但在不少人看来 他就是一名彻头彻尾的逃兵 我都能够想到 西蒙斯一旦来到现场 会如何被现场的球迷辱骂了 这个时候不出现 他自己肯定想到了这一点 就西蒙斯这一年做出的种种事情 他还嘲讽哈登和76人 要我说 76人如果不送走西蒙斯 他们可能首轮都过不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